最近我想大家关于房市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利率上涨 确实在2020年和2021年 我们很多的一些买家已经习惯了贷款利率是维持在三以下 那么我周围的很多的朋友都是在这个期间买房的 所以我们聊天的时候我们都在感叹说 当时这个决定真的是买房的决定真的是对的 你看这个贷款利率 他们有的时候都拿到了2.75这样的一个低利率 这是在过去来讲根本是想象不了的 但是很多的买家并没有长期跟踪房贷利率的一个变化 他只是想买房的时候去了解贷款的利率 所以他们只是听到最近这一两年贷款利率都是3 都是2点几都是3.25 所以很多人都拿到这样一个利率 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利率是自然而然的 是长期就会存在的 但没有想到现在这个利率突然间一下子涨上来 现在涨到5% 所以大家就认为说这个利率已经涨的不得了了 这个房子买不下去了 所以在去年很多还没有行动的一些买家就纷纷来问我 说陈东你觉得这个利率现在上涨了 那么以后这个纽约的房价应该是跌了 所以我是不是在等等我那时候就可以买房了 那么既然错过了之前这个房价最低的时候 也是房贷利率最低的时候 那么现在还有买房的买家就期待这个利率上涨了 纽约的房价会跌一跌 而且确实我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新闻报道 说全美的房价现在已经出现了拐点 这个未来的很多美国的大城市房价会下跌会下降 这些报道就列举了在前两年 这个房价涨得很快的这些城市 他们就预计这个房价会有一个大滑坡 而且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迹象 但是这种现象会不会在纽约出现呢 我认为纽约房市房价下跌的这种趋势 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以我的经验和观察来说 有下面几个理由我来说一说 首先是纽约现在的房价到底是在高位吗 并不是 我们知道前两年纽约的房价因为疫情的因素 可以说是处在历史的低位 那么疫情结束以后呢 纽约房市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但是纽约的火爆仅仅体现在它的交易量和交易额 并没有体现在房价的上涨上面 如果说现在纽约房价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我认为现在纽约的房价刚刚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也就是2019年下半年的水平 那么2019年纽约的房价实际上是属于整个房市周期的一个低谷期 也就是说经过2015年2016年的快速的上涨 在2018年的下半年到2019年 其实纽约的房价是有所下滑的 已经是在一个低谷徘徊期 那么所以现在纽约的房价仅仅是恢复到2019年的情况 所以从一个比较长期的角度来看 纽约的房价呢还是处于一个低谷 或者说现在是从低谷开始慢慢往上走的这么一个时期 这是第一点 当然利率的上涨会使整个的交易量放缓 那么买家进入市场并不是那么的踊跃 买家减少了 当然就会使得过去出现这种一个房源多人净价 推高房价的现象就会减少 所以纽约的房市交易在未来并不是那么的活跃 交易量有所放缓 但是房价基本上还会保持住 因为现在还有几个因素会左右纽约的房市 第一个就是现在的库存量 基本上还没有达到正常的供应的水平 因为在去年纽约超高的交易量 使得纽约的库存量急剧的减少 那么再加上这个时候并没有太多的卖家把房子拿出来出售 因为现在的卖家也认为如果利率那么高 我如果卖房再去买房的话 我还要承受一个比较高的利率 也许他当初买旧房的时候利率还比现在要低 所以现在卖家把房子拿出来卖房的动力也不是特别的强 所以就会导致纽约的房源的库存量继续会保持在一个低水平 那么再加上现在我们也知道通货膨胀 使得建筑的原材料以及人工都在急剧的上涨 所以建房的成本也在提高 所以如果购买新房 这个新房的价格估计也下不来 所以纽约的房地产有他自己发展的规律 总的来说纽约的房地产市场是比较坚挺的 遇到比较大的冲击 比如说像金融危机像疫情这样的冲击 纽约的房市并没有崩盘也没有快速的下滑 同样在房市好的时候 纽约的房市也没有太大的泡沫化 尤其在疫情期间 纽约的房市基本上是由本地纽约买家来支撑的 很少有海外买家的参与 因此这里面的投机和投资的成分就比较少 所以房市的泡沫就比较小 所以纽约的房市和全美的房市还是有不太一样的 所以大家不要看到很多关于全美的房地产的一些新闻消息 就认为纽约的房地产也是处于这样一个状况 其实并不然 所以在这里我要对那些还没有进入房市的一些买家说 如果你期待纽约未来房价会大跌 那时候才考虑入市 我认为这个想法不太现实 买房是否是合适的时机 尤其是刚需自住的买家 完全要看自己的财务状况 我一向是认为 一旦你财务准备好了 你的资金准备好了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入市的时机 因为我们很难去探测到你是不是在一个最低的房价的时候入市 但是你知道你买完房子以后你是拿来自己自住的 用来自住就拥有了一个家 如果未来房价会下跌 你还是拥有一个家 你还是有自己的住房 如果未来房子涨了 那当然你就赚了 所以呢买房的时机我们不好去探测 但是卖房的时机我们是可以去把握的 所以你尽量还是要卖在一个房市的一个高峰期 所以我认为买房呢 真的不用做太多的推测 再加上现在房贷利率虽然上涨到5% 我之前也说到了 在一个长时间来看 这个房贷利率还是处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我们记得在过去的十多年 房贷利率在7和8甚至到10以上 都有人在买房 纽约的房市并没有停顿和崩溃 所以在这里呢 是我对那些即将进入市场买房的朋友 因为困扰于贷款利率 而现在犹豫不前的买家 给他们的一些分析和建议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就请点个赞吧 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键 观看更多内容